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投资宣布扩大增设到第三座厂房 台积电并承诺2030年导入2奈米甚至更新技术 不过外媒金融时报认为美国仍未能解决AI晶片难题 报导引述专家分析美国厂区制成的投产时间落后台湾 辉达2026年导入2奈米台积电亚利桑那场可能需要等到2028年以后 进度相对落后 此外台湾研发工程师扮演良律关键角色 美国也欠缺AI晶片重要的先进制成封装能力 而且大家想想看 这个生态也过去30年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所引荐出来的 那时候是没有 那时候狗狗人学那时候是没有很多限制 比如说全球大家注意把这个生态链建起来 今天这个每个国家想要去重新来建这个生态链 这是不容易的 不能说做不到 但是不容易的 在各国提高经济安全意识下 美国要建立半导体生态链更为困难 野村证券分析师接受金融时报访问就表示 三星和SK海利市正在尽可能减少在美国的投资 而且只是出于地缘政治压力 所以他们不太可能在美国建立单独的先进记忆体晶片工厂 但是要真的落实这些人工智慧的晶片 要在美国生产以及制造仍有相当大的一个难度及挑战 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实际上还是在于成本 甚至于是说在工会以及美国的人工上面的一些的效率的问题 而导致成本上面的一个上升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前表示 2030年美国将有望生产全球约20%的最先进晶片 不过业界也认为半导体涉及地缘政治等复杂全球化因素 挑战绝对不小 新唐人亚特电视高级人沈维彤 台湾台北纵口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 一点点 是的 企ourd